没想到豆皮腐皮可以做酥皮饼 而且不用油炸也很酥脆 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将马铃薯削皮 洗干净后切成薄片 这样熟得更快 放入盘中 外锅加入100毫升水 如果蒸10分钟还没变软 就再保温10分钟直到马铃薯熟透 这是冲洗过并挤干水分的锈针菇 也可以不洗 撕开成细条状 再切碎 菇类在烹调时容易出水 尽可能挤干水分 放入锅中 起初只用锈针菇 后来又加了金针菇 才有类似虾的风味 切一公分长 放入锅中 加少许油 开中小火加热 偶尔翻炒一下 直到表面金黄 加少许胡椒盐调味 拌炒均匀即可 关火 这时候马铃薯已经蒸熟了 用叉子把它压碎 把炒好的配料倒入盘中 加少许盐 少许调味粉 少许白胡椒粉 搅拌均匀 加再来米粉或玉米粉搅拌均匀 加少许香油增香 将它揉成团状 豆皮对折 再对折 两边剪开后再对折 剪成8张12公分宽的豆皮 将玉米粉和水放入碗中 调成玉米粉 取7至10克的馅料 放在豆皮上 刷玉米粉水 像这样往内折 馅料太多会降低脆度 做成薄饼状 表面抹上少许玉米粉 抖掉多余的粉末 开小火热少许油 把油烧热至放入食材立刻起油泡 豆皮不要煎太久 否则容易焦黑 每一面各煎一分钟 为了获得更酥脆的口感 翻面再煎半分钟 煎至两面金黄厚就可以起锅了 沾纯素沙拉酱味道更佳 味道鲜香外皮酥脆 当菜摇和点心都适合 如果你喜欢我的食谱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按赞分享留言评论 感谢您的观赏